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的儿子连胜文 三年前在新北市 帮国民党籍事议员候选人 陈宏元站台 结果遭到马面林政伟的近距离枪击 头部遭到子弹怪穿 榴弹还射死了无辜的民众 那么最高法院判决 马面无奇徒刑 赤夺公权终身定验 那么这个连胜文枪击案 经过三年的审理 马面的无奇徒刑定验 也让这一体终于告一段落